以右天一樁 他的彰皇公司前员工出来爆料说 张淑金总是找年轻的学徒来当员工 而且发薪水的时候也不是用公司的免疫 而是用不知名的人头账户来汇款 第一个月还会正常发薪水 但是之后呢就开始巧立明目 大约有二十几年的员工都被击欠过 十天到一个月不等的薪资 面对前员工决赠历历 不过张淑金是极力撇清 地检署门口郑郑友思说的 陈毅满满要和解撤告 对手续都还没办就搭车离开 说此反复令人傻眼 而房东张淑金不止和房客户告纠纷不断 连员工也控诉他急欠薪资 那我儿子打了几次电话给你啊 那你都没有回应啊 我跟这家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纯粹只是拿钱去调借 立刻切割扁金和这家公司完全没关系 有钱员工出面指控在网路人力银行应征 领先物业公司 到中和找黄经理面试 但奇怪的是薪水却要找金主张淑金领 而汇款给他们的竟然不是公司迷意 而是一个人头账户 一开始还正常挤付薪资 没想到第二个月开始便巧立明目不给钱 二十几个员工遭积欠薪资 十天到一个月不等 公司经常来这边要钱啊 学生来这边要钱啊 要不到钱所以要贴那些啊 把书传名载 要告他啊 二房东事件曝光更多受害人纷纷站出来 怒控张淑金形势恶劣 连辛苦工人的薪资都要急欠 争议事件再添一桩